今天早上6点20分左右台东线海端乡台20线南横公路191公里处新五路段 发生了边坡落石滩方阻断了双向道路 公路局接或通报立即派遣公班进行修复 在上午8点半左右先恢复单线双向通车 不过还是提醒用路人要多加小心 今日上午6点20分左右 位在台东海端乡的台20线南横公路191公里处的新五路段 传出有大面积的落石滩方 导致道路遭到土石掩埋阻断通行 公路局关山公务段在接获通报后 便立即派遣机具进行抢修的任务 同时在辖区的关山警分局的人员 也派遣了远警赶赴现场进行交通管制 并协助清除土石 而滩方的土石在上午8点50分时完成清除的工作 并恢复了单向双向通车 东线海端乡台20线191公里处新五路段 以本日6点20分时发生边坡双方道路危害状况 造成双向流网通行 目前如关山公务段派遣机具进行抢修作业 亦据于中午12时时恢复通行 请民众曾经该路段 务必遵照远警及管制人员指挥前进 以维护行车安全 关山警分局也表示 南横公路因为先前凯米台风的关系 导致目前有部分的路段 发生边坡摊坊 陆基摊滑以及落石等零星的灾损 疫情要上伤的民众务必先行查询路况 并小心驾驶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